全台独一无二的代官帽花坛文德宫土地宫 拥有一百九十一年悠久历史的白沙坑迎灯牌活动 十九日元宵节晚上热闹展开 县长王惠美与花坛乡长顾盛敏 文德宫主委李席龟等人共同点灯 展开热闹的灯牌绕镜 来 小心喔 好 小心 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台道记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幸福 好 在我们的台楼 在这里不求身体不求财 你还可以求光明 所以肯定要点点 就是呢 点大家的光明 让大家新的一年 都可以孙孙孙女 都可以前途光明 再来感谢到我们的管长文化教 还有我们的文化教 工作人员这几天来的辛苦 还有我们管府的志愿 给我们保证赞助 真的是多谢 王县长长福德老爷神教 与十二座灯牌及在场民众 热闹的展开灯牌绕镜 祈求民众平安幸福裁员广进 期望透过此活动 将花坛在地特产行销出去 一起拼经济 过好生活 共同为美好将化 希望城市努力 公益频道张华允 花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